也是台湾多创意协会首创 指尖化结合艺术资料的活动 台湾乐座创意协会首创全台 将指尖化结合艺术表达跟心理治疗课程 带领生长乐儿创作发想 同时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生长乐儿 在圆摆12楼特别举办指尖化展 希望大家透过作品能重新认识身心障碍者 也看见他们无限的可能 在他们的指尖化的创作过程中 我们就想说 我们是可以找一个地方来去展示他们的成品 顺便透游这样的机会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些生长的一些服务对象们 他们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可怕 其实我相信有一群的生长乐儿是有一些情绪 但那是绝对的少数 而绝对不是一个大数的 大多数的生长乐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很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展望 也看到说 原来你们是可以更靠近他们一点 他们是一群很温暖又很愿意 就是去接触人群的一群生长乐儿 为了吸引大家 那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展区中拍照打卡上传的话 还有赠送我们的爆米花 甚至呢还可以拿到我们的一个粉爱卡 然后可以去兑换我们隔壁汤姆熊的游戏代币 那另外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为了筹募这些指尖化课程的经费 我们在12月18号的时候在远东白或一楼的户外的走廊 当天呢我们有办理的精彩的意卖活动 现场呢也有我们的指尖化明信片的意卖等等 所以希望民众可以共襄盛举 一起支持我们的活动 生长乐儿直接化艺术展以《不要怕你可以靠近一点》为主题 战期从即日起到12月19号 希望大家透过展览了解生长乐儿 进而接受他们 也能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找回同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